世界被地祖,阿根廷出现形势清晰,最后一场比赛阿根廷要买足什么条件可以出现,就在我们昨天一整天还在为梅西和阿根廷队哭泣时,尼日利亚队忽然拯救了梅西和阿根廷队,他们以2比0击败冰岛队,穆萨没开二赌,这样,我们可以说,阿根廷队最后一轮中,又掌握了出现的主动权,为什么这么说? 这是因为如果尼日利亚队没有战胜冰岛队,最后一轮无论阿根廷赢多少球,都要看克罗地亚队的脸色才能决定自己是否出现,而现在,阿根廷队基本上不用看别人脸色了,现在的积分情况是这样的,克罗地亚队6分,提前出现,尼日利亚队3分赞排名第二,冰岛队1分赞排名第三,阿根廷队也是1分, 但竞胜球比冰岛少一个,而排名倒数第一,莫伦对阵,阿根廷队vs尼日利亚队,阿根廷队必须战胜尼日利亚队,最好还是大比分战胜对手,这样,阿根廷队积4分,基本锁定出现资格,为什么说是基本,而不是铁定呢? 因为在理论上,如果冰岛队莫伦击败克罗地亚队,且最终竞胜球大于阿根廷队,冰岛队将压过阿根廷队出现,综上所述,莫伦比赛中,阿根廷队出现的条件是, 1,如果冰岛队不能战胜克罗地亚队,阿根廷队只需战胜尼日利亚队就能出现,不管是小胜还是大胜, 2,如果冰岛队战胜克罗地亚队,且竞胜球为X,阿根廷队需要战胜尼日利亚队,且竞胜球必须大于X加1。 关曲 person리尼日利亚队